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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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到快乐广场直播环节 身边的嘉宾 就是研究部高级分析员王伟豪先生 在旁边Rafi 你好 你好 不如跟进股市方面的情况 看到上证指数 就是全日高位收市 今天高位见过2163点 低位在2142点 互深深压指数上升16点 收布2416点 深正城指上升47点 收布8479点 三大指数全线上升 而升幅界负在0.56%至0.7% 两市加上的成交 都是比较少 15亿左右的人民币 比起昨天来说 差不多水平 都跟Rafi谈一谈 其实现在内地股市方面 不断都说 很多次 等相关政策出台 仍未有 之前跟Rafi做节目 都说等制成政化相关消息出台 暂时都未有 所以大家都观望为主 但看最近人行 如何做货币政策方面的举动 好像这些牌来说 都已经停发了央票 或者没有什么回购的操作 已经连续两个星期是正投放 根据路透社方面一些推算 人行今个礼拜 就是向市场正投放的资金来说 有成920亿人民币 而上个礼拜的正投放 更加高达1600亿人民币 是四个月来的单一个星期的新高 怎样看就是最近的情况 以往我们的市场来说 近期情况仍然是预备一些 因为始终不断说 最终跌下来的因素 除了过去这几个 这几个假期里面 过来出几个系列五月份数据 不理了股投 管理基础投资 社会消费零售总额等等 全部都是比较远的时候 都见到一点 就是意味着内地的经济 特别是增长或增速来计 的确仍然是在博文的情况 这点让大家担心 自然见到昨天服市回来 内地的市场相对比较急些 但当然除了这个因素之外 其实这因素令内地的市场跌得这么急 其实也有一些资金层面上的举动 记得到 特别是昨天博文假回来之后 都见到内地上一条的测试来计 其实是标升到非常夸张的水平 隔夜的利率更加到九里流上 即是变成银行间的资金的紧张情况 其实是非常高 即是变成流动性也不是太足够 所以无论数据也是差 流动性也不是太足够的时候 这两点都令市场的看法 其实是比较远一点 但只要让你问到 究竟未来怎样看 或者最近内地都不敢再做一些 叫做暗修流动性运作 反而来说 慢慢一些淨头房翻出来 究竟对市场有没有帮助 我觉得这一刻这些压度上的投放 其实就不算太大的一个帮助性 因为压度不算太多 甚至于这一刻 大家看的问题 除了流动性 不是太足够的因素之外 就是经济增速问题 或者信心不足的问题 所以反而好看这两方面 究竟有没有一些举动或者措施 是真的做得出来去帮到手 正如之前所说 唯一叫做很少在期望的 就是憧憬下个月来说 有没有一些真是承认化的方案 叫做出台 这些来说 可能不少第一点 对内地的看法或者气氛上看 可能有少少支持 而第二的未计 就是不断拉到的 比我中线少少 例如十月份打后的三中全会 究竟有没有进一步的方案 叫做出台 这些大家叫做官网 但是当然 你说这一刻叫做官网 之前始终迟迟没有政策的时候 或者没有实际的举动 可以帮到手的时候 一定是市场信心 不是太足够 所以自然你说这几个因素底下 令到内地市 虽然今天有个明映的反弹 或者少少的暗上升 但是始终实际来说 都不是太足够的 所以我相信如果下个星期初回来 如果市场这个信心 仍然是未能回到你 或者突然成交 不是大增 令大家入市的时候 依然不排除 其实如果以上证这样说 都以昨天低位 2126这个位置 做短期一点的支持位 虽然差几十点 但是都很少看 看来这几十点 能不能够撑得住 如果这位置不穿下去的时候 我相信都是那一句 配合政策 或者货币政策 取向等因素之下 有没有机会后面做明显的反弹 好 谢谢Rafi 在内地股市方面的分析 最近在留意到 很多的劝商 有些分析 都出来说 预测 第二季 或者全年中国的经济增长 很多都说到 应该不会补白 尤其是 你见到 世銀方面 由8.4%下调到7.7% 不知道关不关事 也有些分析 根据内地一些网站 说到中央政府 在2014年来说 可能不需要 在7%以上的经济增长 他们都感觉到 6.8%的经济增长 其实都可以接受到 暂时那个经济预测 有什么启示 的确有少少的东西 看得到 以经济增速来看 说真话 无论7.5%或者6.8%都好 的确都较环球 这么多国家来说 其实算是好的 因为始终仍然有个 所谓的正增长 基本上也不是一个小的增长 但起码 反过来看 以国内自己本身的要求 或者看法来说 6.8%或者7% 好像都较低 因为今年年初一定是7.5% 但是我近期出的数据 第二季的数据来看 慢慢看下去 都依然不是太理想 其实到这一刻 就像你这样说 很多的大行 其实纷纷都对 今年的经济增长的看法 其实调低了 可能去到7.5%或7.5% 或者7.5% 而且也提到一件事 就是经过换界之后 其实某种新的政府 即是习理政府 其实这一刻 都反而是真的 宁愿少少 叫做牺牲的增速 去做这些可能整顿 或者其他的限制 所以反而他们 其实不是说见不到这一件事 可能他们都觉得 你说下到7.6.8% 其实都算是接受的水平 所以变相 每次见到一件事 就是去到这一刻 虽然增速 比例为之低 或者有个减碼的情况 但是暂时都见不到 它做太多的事情 正正就是这样说 但是至于最后 可能很多的闻到 会有个所谓减息的可能性 自己都拒一拒这件事说 的确这件事来说 现在是多声音这样说 如果以不断说的 减不减息的条件 可不可以看什么通胀 这一刻来说 刚刚出的通胀数据 其实就不算太严重 可能升2.1% 变相来说 可能往后随着梭菜价格 进一步有个下降的时候 这些通胀 可能根本都不成问题 反而大家这一刻担心 就是一个通缩因素 所以的确令到很多的声音 反而觉得 要救回经济 或者刺激回经济上来 可能要透过减息做一个举动 但是至于自己这样的看法 没错 从这些下降的条件说 有这样的可能性 但以实质的措施 或者举动上去看 刚刚才说到 始终新任政府到这一刻上场之后 其实他们不是见不见这件事 即是不是见不见增速放运情况 但他们怎样一次事都不肯做 反而我觉得真的 他们都宁愿稍为这一阵 是牺牲着先 反而做了其他事先 所以说反而短期内 你说有没有大公共减息 或者这些一都市的可能性 我觉得机会性来看 依然是比较小一点 好啊 刚刚想到一点 其实如果要减息的话 刚刚Rafi也说到 就要看通胀 但如果真的要减息的话 那些房地产又起了 因为现在的大前提 都不想楼价增太多了 这方面我们都值得去讨论 或者是这样 我们等一等先 我们不如休息一会 稍后再稍后再调整这方面的资讯 我们节目时间差不多 休息十分钟 稍后时间就是我们 即场交流资有问必答的环节 嘉宁观众可以打电话来 我们休息一会 稍后见